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MySQL的一个应用优化 MySQL的一个应用优化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应用程序在访问MySQL的时候 它所做的一些优化的一些处理 那么这个优化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方面的话主要就是一个访问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通常采用一个连接词 这一个连接词它的一个含义就类似于 我们这里面我们可以画一个图来表示一下 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的一个连接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有很多连接对象的 那么这个连接对象我们可以把这些连接对象放在一个连接词当中 那么这里面我们假定这是一个连接词 这是一个连接对象A 然后这也是一个连接对象B 当我们应用程序在访问这一个我们的MySQL数据库的时候 那么它需要一个连接对象 而这个连接对象的话 它并不是说每次需要去重新创建 它可以从我们的一个连接词当中取这些连接对象 比如说这个客户端A 它访问一下 那么它直接就是取入的是这一个A的一个连接对象 那么如果说这一个A访问完了之后 那么它会把这个连接对象又扔回给我们的一个连接词 那么下次再访问的时候 它同样的也可以采用这样一个A的一个连接对象去访问它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连接词 连接词主要就是用来存放我们的一个连接对象的 那这是我们可以通过连接词去获取我们的一个连接对象 这是我们在MySQL应用优化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而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采用缓存减少我们对于MySQL的一个访问 那么这一个广存减少我们对于MySQL的访问主要的一个 就是说避免对同一数据的一个重复检索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测试 我们进入到我们MySQL 连接客户端当中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比如我们采用一个数据库 我们comunist这个数据库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哪些表象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访问是 这个departments这张表 那么我们可能会 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表的这个结构 departments 这里面它有两个字段 那有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从这个SYRUS里面去描述一下 我们访问SYRUS这张表 我们看一下SYRUS这个表的这个结构 这里面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访问的时候呢 比如有的人我只想访问他的一个员工编号 那可能他就会selectenp number1 SYRUS 然后他可能这样去访问他 然后我们可能会这样去访问这个表 然后访问之后 那么这里面他没有数据啊 那有可能他第二次他又要去访问 オ cours 假访问URN 但实际上这两条查询 他实际上是可以合在一条 查询当中去实现 那么只是我们取的这个数据不一样而已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去把这两条查询 我们给它组合一下 那么就变成我们取的时候是取两个字段 那么取两个字段要比我们取一个字段要好得多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减少我们对于这个数据库的一个重复访问 这样我们就可以访问它 这是我们减少我们对于同一数据库的一个重复检索 这个重复检索的意思就是 我们尽可能选择更多的一个字段 那么避免我们对同一张表那么分批示去取它的一个字段 而这是我们在我们应用程序对于mine所有访问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这种方式 第二个方式的话就是我们采用我们的一个查询缓存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查询缓存 这个查询缓存就是我们在所有语句当中 我们的一个对于我们应用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访问的话 它的一个含义就是 我们换一个图来表示 那么这里面是一个数据库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这里面会有一条缩口语句 发送给我们的一个数据库服务器 比如说我们这条缩口语句 这个是缩口语句 比如说我们发给缩口语句 它去执行 那么接下来又有一条缩口语句 那么这是一条缩口语句 2在的一个缩口语句 缩口语句 缩口语句 如果你的缩口语句和说话完全一致这里面完全一致就包括你的所有的大小写都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呢 他会认为你就是上条缩口语句的一个重复 这个时候的话他会把上条缩口语句执行的这个结构会缩存一下 然后再发给这样的一个缩口语句执行 这样的话他能够节省我们对于这个查询的一个消耗 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查询 这个查询呢 他是通过我们收回一的一个查询的一个缩存得到的 好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查询缩存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查询缩存 他的一些设置的一些限制条件 这一个设置限制条件 我们首先我们就要确保我们是否打开我们这个缩存 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缩存 这有一个参数配置 这个参数配置就是我们去了解一下 看一下 比如我们这个shelf variables like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query 然后touch 这里面他有一个on 这个on的一个变量的一个值就表示 我们总是打开我们这个查询缩存的 这个查询缩存的话 就哪怕是两个连接客户端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连接客户端 我们查询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连接客户端 然后同样的也是使用我们compromise这个数据库 那么如果我在这里面写上一条缩轨句 这条缩轨句的话 比如说我们select 我们查询 这里面就查询这个表 比如我们查询的是 就是select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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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实际上是缓存我们上一条查询这个内容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两条说过一句 它的一个大消息必须完全一致 那么大消息完全一致的话 它才会认为你是上一条说过一句的一个缓存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我们就需要了解 我们对于这个查询缓存的时候 它的一些限制条件 第一个限制条件 我们这个缓存它所使用的内存空间 它是一个是字节这样的一个单位 那么这个字节的话 它必须是1024的一个整数倍 另外一个就是分配内存实的时候 它的一个单位大小 这里面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下 最后一个有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Quality Caching Limit 就这个东西 这个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MySQL能够最大的一个缓存结果 如果超出的话 那么这个查询的话 就可能并没有查询结果 就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某个表被锁住 那么如果这个值是off的话 就是这个参数变量 它的一个值是off的话 那么表示我们仍然可以返回我们这样的一个缓存当中这个数据 这是我们的一个缓存参数 这里面也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可能会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这个缓存 它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刚刚插入那条数据 那么你下次再获取的时候 这个缓存会失效的 比如说我们缓存 它是针对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数据表 它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包括这个数据表的这个结构 以及这个数据量的大小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时候 那么这个缓存才有作用 而第三个一个的话 我们就需要了解我们在社会应用的时候 它有一个负载均衡 这个负载均衡的话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负载均衡来通常情况下来也有一种说法叫骨鞋分离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换一下 什么独眼分离 那么我们这里面我们同样的 这是一个应用程序 我们可以随便我们找一个 这个表示一个应用程序 那么这个应用程序 不管你是哪种语言 不管你是Java PHP还是我们的一个 SP-Dolator 那么它在访问我们的一个myshocker的时候 都是一个应用程序 那么这里面是应用程序 那么应用程序现在也要访问的是这个数据库 那么这个数据库的话 它实际上 在我们访问之前的话 它会有一个负载均衡 这有个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 这个负载均衡的话 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我们在访问这个应用程序 在访问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它有一个负载均衡 这个负载均衡通常的情况下 它会建立在那个指向 如果说是对于我们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增三改的一个操作 它会有一个主服务器 就是一个 主数据库服务器 主数据库服务器 那么这个数据库服务器主要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 增三改 主要是增三改的一个操作 那么它会放在主服务器当中去执行 然后还有一些重服务器 让这个重服务器的话 它就不只是一个服务器 它有可能有很多个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库重服务器 它有可能是一些服务器集群 那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个重服务器 重服务器 这里面也是一个重服务器 比如说这里面是一个重服务器一 这个是重服务器二 然后这是一个重服务器三 好 这里面有这样的几个服务器 那么这几个服务器 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查询 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用程序 在进入到这个负载均衡的时候 它首先会分离 你到底是增加删除修改 还是我们的一个查询 如果是查询的话 那么它就会从这个 从服务器当中去取 而到底从哪一个从服务器当中取 那么它这里面就会有我们这个负载均衡器计算 比如说这个从服务器 它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利用率 如果是30% 如果这个服务器是利用率是50% 这个服务器利用率是80% 那么它可能就会从这个服务器利用率只有30%的服务器当中去查询 那么这里面由于我们这个主服务器当中 它的一个数据是在随时在做一个修改的 那所以在这里面它会有一种技术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数据复制技术 那么它会把主服务器的这个数据传给我们的一个从服务器 它可能会每隔一段时间 它可能会在这里面 我换一下它可能会每隔一段时间 它会把这个数据传输给我们的从服务器 那么这样的传输的话 它会有它自己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通过我们的二进次传输 或者说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日制备份 那么它会把这些数据传输给我们的从服务器 好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负载均衡 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升我们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些效率 这个呢也叫读写分离 就是我们这里面对于我们应用程序的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配置 好 总结一下我们这两小节 我们这两个的话实际上主要就是探讨的 就是我们myssocker的一个应用程序的一个优化 那myssocker应用程序优化的话主要 采用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在访问我们myssocker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我们的一个连接对象放在一个连接词当中 让我们是每次去获取这个连接对象的话 我们都从连接词当中去获取 第二个减少我们对于myssocker的这个访问 减少我们对于myssocker的访问主要就包括 我们避免对同一数据库表的一个数据 多次重复的去获取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写一条缩口语句 我们包尽可能的包含多个字段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采用我们的一个 残序缓存我们在使用残序缓存的时候就要确保 两条缩口语句 它的一个缩口的一个字符的一个大小 包括我们的一个大小写它是有严格要求的 必须要求这两条语句 大小写都完全一致 并且这个数据库表没有做任何修改 以及我们的一个数据没有发生任何修改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查询缓存才有效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 技术那么这个负载均衡技术的话 我们就可能会配置很多个重复器 那么我们把我们对数据库的增山改放在一个主浮器当中 让我们的一个查询是放在我们的一个重浮器里面 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升我们的一个访问的一个效率 好这就是我们浙江所讲的主要内容 好